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9月21日 星期二 中秋節 祝大家人月兩團圓 我老闆節目都說了 有些人離開了香港 或者現在在監獄 和他家人分開的 希望你們早日會見到你家人 剛剛我這裡說了 稍後不說 賀賢施政三個人都不給保釋 是賢學施政的那三個小朋友 18至20歲的小朋友都不給保釋 他們中秋節這天要進去 不知道是警方特意做還是怎樣呢 好了 正式開始今天的新聞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在三年前 即2018年 的一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內部會議上面就明確說到 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的政策 這個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 有熟悉國情的消息人士就說 中央高層口中的香港商界 其實只是地產商 另外有消息傳出 香港地產商的一個首富級家族 早前就邀請港公主去到他家族的大宅 在家中飲宴 據悉富豪安排了家族所有的重要成員都出席這個宴會 在席中就明確表示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 並非同情黑暴 希望大家不要持續有所誤會 在宴會之後 富豪還表示 大為放心 等等 路透社近日報導中央要求 本港地產商幫助解決房屋短缺問題 表明市場遊戲規則已經改變 不再容忍這個壟斷行為 引起市場震盪 昨天一天就沒有了830億 香港股市 多厲害 事實上記者獲釋 中央對香港地產商早有微言 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暴動期間 各大地產商初段保持沉默 直到內地的官媒批評 先陸續發聲 支持這個止暴制亂 同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 題為解決住房問題 香港不能再等了 這條文文中就提及 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的善意 而不應該只是打算自己算盤 不應該打自己算盤 團地居期 賺盡最後一個銅板 什麽才是對香港未來負責 什麽才是對年輕人網開一面 這才是 那我講到這裏 大家覺得哪位富豪請吃飯請國安 心裡有數了 那一直以來社會普遍都認為 中央不願意撼動商界的利益 就是好像 一撼動 昨天就立即下跌 那 誰知道我們遇上一個很偉大的主席 他真的搞完澳門搞香港 他真的不怕沒有錢 不怕 總之他自己有人民幣有美金就可以了 那這種看法 但這種看法 早在反修例事件之前已經有所改變 消息人士透露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在2018年一個 港澳工作協調會的內部會議上面 表明商界左右中央治港的政策日子不復存在 當中的商界就是指地產界 北京不是否定地產商 不是不讓他賺錢 而在賺取合理回報的同時 亦都需要具備社會責任協助解決房屋問題 商人於品海旗下 香港01的母公司 南海控股旗下的子公司 大地01 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欠薪 有自稱是大地01的公司員工 上星期五在微博指出 已經去信了中央政府 南海集團高層等 申訴集團在7月起就差兩個月兩 去到今個月的1號 突然宣布要註銷公司 但未有提供任何獻薪和解約的賠償方案 有員工在公司公開信提到 請求深圳市市政府 可以幫我們做主 合理合法幫助我們維護權益 這間大地01 主要負責南海控股旗下的互聯網業務 即是香港01E兔仔 01網購 巨子財經 大會員和酒店的相關研發工作 立場那邊的同事 就跟南海控股就查詢 暫時未獲得回復的 另外呢 立場獲得消息就說 香港01近這個月已經凍結人手 那01都是沒有回復 這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就宣布 關注組已經決定在2021年9月解散的了 並已經啟動了自動清本程序 關注組的董事也都將會辭任 關注組表示有關警方在2021年8月25日的查詢 關注組在今天已經回覆了警方的了 就是要關注組交資料那些 那國安法生效之後呢 各個組織和團體呢 都是這樣解散這個那樣的了 那本港的學術自由情況都備受關注 CNN昨天就報道說 香港大學的私生間近日流傳 有學生因為不滿評分 而向國安二線舉報他老師 類似的傳聞呢 令到港大教授黎曼緊一片恐懼 我都害怕啊 瘋狂的 也擔心課堂上的言論會成為被舉報的罪證啊 一名化名Amy的香港大學講師就對CNN表示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她面對於在課堂討論政治課題感到焦慮 越來越覺得自己的課堂和真實世界隔絕 CNN另外訪問到三名學者 他們都是因為擔心違反國家安全法 所以對自己所說的說話 持這個謹慎態度 報導日子呢 港大文學院去年與一位大學管理層開會 希望校方高層交代國安法會如何影響學術研究 並要求校方提供更加具體的指引 Amy透露會上有人提問 將來還能否教授香港民主的課題 即是還能不能教香港民主的課題 校方高層回應日子 如果只是談論學術就不用擔心 不過同時表明不要煽動學生 但是沒有說清楚什麼叫煽動 另外呢 傳他們的學校 香港大學 一個學生因為獲得自己不滿意的成績 於是向國安處熱線舉報他的講師 不過警方呢 就沒有確認相關的舉報 即是警察不做 咦 即是有啊 即是真的有隊 是嗎 這個傳聞呢 令到整個香港大學衝斥恐懼 很冷靜 現在真的 第一件案 唐英傑呢 去年7月1號 駕駛插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設 這個電單車呢 就撞向警方防線 就被控分裂 煽動他人分裂 國家恐怖動等罪名 案件呢 就不撤陪審團 由三個港版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那麼唐英傑呢 就因為上述兩項罪名 就判囚九年 那麼 律師表示唐英傑會上訴的了 那麼匿名法官指呢 法庭對刑法的概念的理解有問題 對於唐英傑的判罰過於嚴厲 他說唐英傑沒有做什麼啊 他又沒有殺人沒有放火 如果他是恐怖份子 他就是全世界最仁慈的恐怖份子 那麼Y世界新聞向呢 香港司法部門尋求評論 那麼司法部門表示呢 其成員不應該向媒體 談論政治社會爭議 或未完結的法庭案件 並拒絕回應公眾 或者這位法官的任何意見啊 啊 我不知道哪個法官啊 不過 不幹的 不幹的 這位匿名法官還指出 在唐英傑之前 他未聽過高等法院 會舉行這個沒有陪審團的刑事審判 即使涉及黑社會頭目 或者反社會暴力案件 設立陪審團 都會一個標準的程序 香港司法部門在發給Y的一份聲明中 基本法從未保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當陪審員和他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 確保實現公平審訊 公平審判的唯一手段就是由三名法官 組成一個小組進行非陪審團審判 香港的司法部門就出給這家新聞媒體WISE 就說唐英傑案可能如果做的話 可能他的家人會受到人生威脅 我就很想知道會受什麼人生威脅 這位匿名法官就反駁 如果政府想保護陪審員 除了廢了整個陪審團系統 肯定還有其他辦法 那就是派保護證人組啊 保護陳同佳這麼厲害 WISE報導還說 此案的重點之一 是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個口號的含義 2019年反修例期間 曾經有幾十萬人喊過這個口號 是不是要拘捕他們呢 辯方也表示唐英傑未想過想要呼籲分離主義 控方就傳喚歷史學家來解釋這句口號 辯方也傳喚政治教授和新聞學者來解釋 而這位匿名法官以這位匿名法官看來 專家的證詞並不適合解釋政治口號 這種問題正是應該交給陪審團 依照常識性方法來判斷 不應該交由法官過度法律主義的思考方式決定 報道又說 最終法庭在幾乎每一個問題上 都做出對了唐英傑不利的裁決 而長達62頁的判決書 沒有出現過言論自由 這個短詞 他是這樣說的 對於香港司法的未來 這位匿名法官說 我們可能會變得更加像新加坡 商業法就沒有問題 但是刑法和人權方面就問題很大 這些將會對香港居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為什麼這麼長 我都要告訴大家 我都要報呢 其實我可以冷點不報的 因為我真的很想幫唐英傑出一口氣 狗鹿啊 那時候我也做過他的判詞解讀 立場的同事也做過 立場的同事也做過 真的 多謝這位法官 這位匿名法官 那我勸你就不要做了 如果不是 分分鐘被國安拘捕啊 你現在這樣說的 警方日前就發現有一個人在一個網上社交媒體的平台上發文 透露自己有自殺的念頭 那當然警方隨即展開這個拯救行動 成功尋回有關的人士 當時事主沒有任何傷勢或者生命危險 個案已經交給社署跟進 同時警方又發現 在網民這個帖上 即是有人留言啊 這個post上面有人留言 就說公開支持事主自殺 並且鼓吹他自殺的同時要殺死政府的官員 以及司法的人員 即是劉過賢 都查到的 大家不要做了 他現在被拘捕了 就涉嫌這個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 64歲 就報稱小販 他的留言曾經使用攬住一起死 而顯得想自殺的人更有更高價值等字眼 那麼 講開拘捕人呢 那條元朗變態佬又拘捕了我也要說了 這個黑佬姓馬的 涉嫌破壞公眾體統罪 據了解這個聖馬男子 是籃球員打個甲一 現在報稱是籃球興趣班的教練 有網民 認出他的身份 亦都指他是網絡KOL 這傢伙早前在IG上 上影片截圖 留言說真的那麼像嗎 還要穿V領 想洗脫嫌疑啊 誰知道今天就拉走了 這些就不說那麼多 每個人都知道 都看過那條很噁心的片 我昨天都說過 真是神經病 今天中秋了 很多市民就吃完飯之後就出去上月 不過今晚就天氣不止預期 天文台預測 晚上大肆多雲 有幾陣驟雨和雷暴 市民只可以在雲極間 看到明月 而有不少市民無據陰天 在今年 其中一個中秋打卡熱點 觀塘海斌欣賞 15米高的 巨型發光月亮 晚上7點多已經吸引了 不少市民在另類上月了 而傳統上月的聖地 維園中央草坪入夜後都越來越多人 我今天都 給你們一張圖 如果想去那邊 我都很漂亮 觀塘海斌那裏 最後講講巴士睡覺團 近日有公司推出巴士睡覺團 就說整條 路線長達76公里 圍繞屯門公路和北大嶼山公路行走 可以讓乘客在車上盡情睡覺 還設有零分貝睡覺倉 VIP全景倉 和任你打卡倉三種倉位 提供選擇 以供選擇 你就算 不想睡足全程 行程中 也有月屯門 浩和街等幾個不坐巴士 是很難去到的打卡點 以及最重要的廁所位 讓乘客下車鬆一鬆 順帶一提 這個行程 還包一餐 在上車前的一餐五餐 目的就是 讓你放棄攻心 真是體貼 看過行程之後 不少網民表示 日常 日常過海上落班的巴士 車程已經夠了 平時塞車還不夠嗎 就是某人這樣留言 而且給這個價錢 在巴士睡覺根本不值 去酒店 scation 更好 Station 是不是 我有沒有讀錯 而每個人的眼中價值都不一樣 這個巴士睡覺團 最令我 我本人 大為驚訝的是 退出了幾個時候 已經很悶了 想付錢去巴士睡覺的人 真是大有人在 這個首賣限定優惠 是99 和129 好 那 是的 本身呢 還想說說牛角的 不過我現在已經 八點鐘了 牛角那條俏女 我就怎麼都要支持 黃老闆的了 看看我有沒有機會再說一下 今天晚上 我都要出去 中秋要出去玩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幫我多點分享出去 記得多點分享出去 爆view 幫我 多謝大家 拜拜